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月22日上午于郊西乡公所办理颁奖典礼 郊西乡长张永德指出 除了温泉 郊西更拥有瀑布 山间湖泊 河川 步道等景观 更有历史人文与传统文化的传承 观光资源丰富 透过微电影 呈现郊西优美的山光水色及人文风情 分享郊西的旅游故事 我想要来感谢我们所有的每一个好景品 我们以来非常支持大家这个活动 大家都知道大家有我们的温泉 有我们的瀑布 有我们的湖泊 有我们所有的汽水 包括我们的葡萄 这可以说在每一个台湾生的用地里面 大家可以说是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 有我们的咖啡孙 不过大家的样菜 有我们的咖啡 还有咖啡 还有咖啡 这地全省荣卫生的文明 这可以说也是光顺到我们每一个鄉亲 大家一个喜爱 我说我们今年也是要求我们所有的爱好 我们的贵命 我们的卫天人的好景色 大家加上大家的记录 我们所有的中传日的事务 包括日本 包括理建官 文化 完全落到我们的围灾与社会 大家看得出 我们来到我们的围灾 感谢大家的水 我们以来的好山好水 今年我们也是拥有三十万的钱金 要来接力这次比赛 来欢迎各位 欢迎迎代表公所 感谢大家的参加 江西拥有台湾唯一的平地温泉 全职色清五味 素有美人汤的封号 而随着温泉资源的开发 以温泉养殖的鳖 观赏鱼及温泉四宝等 也成为江西乡值得骄傲的乡土特产 整次征选活动 经过专业人士一征选活动简章评审后 摄影组金奖端午即将 银奖引火虫 同奖交戏温泉马拉松 为电影组金奖从缺 银奖我在雨中等你 又等火进夫A故乡小消息 银奖 要不要再 其實我們身為宜蘭的Youtuber 那從去年的6月以來 就一直在為我們宜蘭的產業來曝光 那目前就是我們也做了超過70次的一個宜蘭的一個影片 那這是威天理德講的這個作品 為什麼是講韓文 因為我們有想到 接下來疫情解封了 然後國際的旅客會很多 那其實國際旅客裡面韓國的客人也越來越多了 那希望我們教室能夠成為我們宜蘭國際的度假聖地 很讚 大家應該記得去年在我們大家共同努力一下 我們得到第一名 所以說今年我們還要更要 更必須要大家一起加油 是 把第一名這個榮料再次拿回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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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